四尼汤去肾寒 无助一汤去肝寒 立中汤去脾寒 桂枝汤去心寒 小青龙汤去肥寒 首先来说四尼汤去肾寒 那么肾寒的主要表现就是怕冷手脚凉 下肢容易水肿 精神差 健忘容易拉肚子等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参考四尼汤来治肾寒 方众的福子肝将大力回阳 把藏在身体经络中的寒血去赶出体外 那么加上肝草呀肝缓 让这个热气持续的在体内温寒 让四尼汤温暖起来 其次说无助一汤去肝寒 因为肝处筋养 所以肝寒的人很容易出现 腿脚容易抽筋 手脚发麻 胸闷 胸鞋刺疼 头痛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参考无助一汤 无助一丧汤止疼 助阳生姜呢 发汗结表 让身体的寒气透过发汗 散出体外 大早呢人参不气血 不炎气 补内力的虚损 缓解由于肝寒 导致的肝泻的减少 接着说里中汤去脾寒了 脾胃寒的人主要表现为 胃里冷疼呀 胃口不好呀 消化差呀 浑身乏力呀 大便里有味消化的食物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参考里中汤 方众的干浆 温脾三寒 浮令肝草人参 健脾义气 取水食 补元气 把因为脾寒导致的水食 排出体外 同时补足脾胃的虚损 那么对于去心寒 我们可以参考桂枝汁 心寒的人呢 主要表现为心寂 心慌 胸闷 气喘 怕冷 乏力 怕疯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参考桂枝汤 因为桂枝可以补新阳 把藏与心的寒血散出去 再配上生姜发汗 大早呢 补气血 肝草缓急 烧咬羊血 快见心寒 引起的一系列不适的情况 那么接着说 小青龙汤取肺寒 如果你平时总觉得 胸闷可喘 可白痰 流鼻涕 大喷蹄 免疫力下降 一吹风就容易感冒 那么这时候 我们可以参考小青龙汤 方中的麻黄 发汗结表平穿 贵枝呢 补羊助羊 化气沥水 把因为肺寒导致 停留在体内的水 湿呀 散出体外 肝将细心 温肺化饮 无畏子 连肺之河 半下造湿花痰 肝草呢 益气盒中 调和助药 公奏 温肺化饮 造湿花痰 里面 添